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贸易战还有可能会继续升级 贸易战不但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中国内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思扬为我们介绍 思扬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的美中贸易战自这个7月份开打以来 我们也听到了在中国国内有些可以说是批评的声音 就说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说是太过于高调 或者说太早的这种所谓的亮剑 那么才就是引起这个西方注意 然后遭到西方这种围堵 所谓的围堵 所谓的这种打压 那么你了解到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也好 贸易战也好 那么让习近平他的这个就是对于权力的掌控也好 或者说他的地位也好 是否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对 昨天呢我参加了美国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那个基金会 他们呢就就这个话题 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 进行了一个讨论 那么在这当中呢 就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历史系的客座教授 兼职教授 实时评论员呢 叫林何利 他呢就在2013年的时候 他就预测出习近平肯定会是要专权的 那么他就认为习近平呢 在就是说在香港还有在大陆 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在应对那个川普与美国的这个贸易争端方面呢 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做得不好 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批评 那么我们在这个会后呢也采访了那个林何利 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当然习近平目前因为他是控制军队跟警察 所以我看不到其他党内有什么牌系 可以给他一个很严峻的表较 那么当然因为他处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处理的不好 而且同时又恢复了很多毛泽东时期的这个政权 所以引起党内比如说一些大国努力 尤其是跟习近平 跟这个胡辽邦跟这个胡辽邦 跟这个吕超纸 关系比较避切的高级的这个部门 同时因为这个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其实倒计最大的两个牌系是这个 这个江泽民的上海帮跟胡锦涛的团派 可是习近平主要是利用这个反摊牌 用反摊牌作为一个武器 打击了这个非常成功的打击了这个上海帮跟团派 可是上海帮跟团派 尤其是团派 还有人在这个党政高层 所以他们也会对习近平还不把 所以这个呢习近平可能这个批评还比较大 就是我们也注意到7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可能自己在那个中国官媒上还消失了几天 不过呢这个林合力说除了刚才他提到了太子党 还有党内的团派和上海帮之外呢 就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干部 还有知识分子都政治学家多公开批评习近平 那么其中两个有代表的人物呢 就是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叫许章润 那他最近就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实证呢 是施政方法是在开倒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政治学者叫资中云 他曾经可能是毛泽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 他在6月的时候他就撰文说 如果美中贸易战开打的话 那肯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就是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失败 但是那个国际战略资讯与商业发展公司 叫克伦普顿集团的一个中国主管呢 他叫求德布兰切特 他说与许多的威权政治的领导人一样 习近平实际上现在在现在的中国 几乎没有人能够撼得动习近平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 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的有分量 没有人可以像陈云对邓小平 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 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 徐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 但是他患了癌症要死了 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 却没有任何反响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 和斯大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 他也许不得人心 但是你又能做什么 那么斯洋根据你的了解 那么现在这次的贸易战 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某些政策呢 是 白宫曾经表示说 我们对中国的商品增收关税的话 就要迫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 但是可能是事与愿违 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是完全是走向了毛时代 一个就是习近平重新提资历更生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国企和民企的国进民退 那么在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说他9月25号在东北视察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那么最终中国的发展要是靠自己 那么我以这个问题呢 问了那个香港的评论员林合力 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他说这肯定是与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有关 因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目标 然后呢就除自力更生 除了在这个经济而在高科技方面 中国希望得到自给自足之外呢 那另外一个自给自足就是习近平谈到的是农业 那么中国现在农业的自给自足力呢是80% 所以习近平也希望在大农业方面能够中国能达到自给自足 那么谈到这个国进民退呢 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 我们就是说看到了就是中国大概9月份 中国这个有个新浪那个财经 他有个报道说 至少他们看到有公开的上市公司的报告 就是有22家这个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控股 或者是收购了 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就是国有企业 可能就是帮助他在这个打经济打贸易战的方面呢 可以就是说有助于他 同时呢这个也有助于就是说扩张他自己的权利 那么这个香港的零合力就谈到了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电商 就阿里巴巴的马云 他说他五十几岁就退休 那很可能就是他感觉到了这个共产党对他企业的控制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是否会就说促使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 还是说会给他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麻烦呢 我们先听听那个零合力的说法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火难当头 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 来自美国的威胁 他来这个作为借口进一步抓住 因为按照中国这个民主主义的这个 这个这个反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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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民主主义的这个这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说很多领导人就趁这个民主主义高涨的时候 自己拼命抓穿 因为他们说无论是这个威胁来自日本 来自美国或是来自西洋以后 这个中国人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必须要百分之百的这个团切在 你这个习近平为一个信物党中央 所以这个方便呢 这个习近平进一步继承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马云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之前也是说过 这次的美中贸易摩擦呢 是要做好这个20年的这么一个思想准备 那么根据你了解的情况 那么一些专家或一些分析人士 对于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就是听到一个分析人士 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 担任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主任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亚洲事务主任 那他叫维德宁 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比较务实 不会让这个就是说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 而且中国也确实不能够完全靠自力更生 中国需要西方的这个市场 需要西方的技术 他不可能跟世界隔开 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下个月的这个习特会 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 这个在布宜诺斯埃利斯 就是20国集团上的会晤呢 可能是一个切记 他觉得中国应该就会抓住这个切记 他说不是他觉得 他觉得中国人已经告诉他了 中国人就是非常希望能够与川普总统达成一个 与那个特朗普总统达成一个协议 所以他是这么觉得 他就觉得就说 他也觉得中国在这个处理这次的贸易战问题上 其实挺谨慎的 首先中国没有说要抵制这个美国货 这跟在与韩国的萨德问题上不太同 而且呢就是说 中国也没有就是说 对美国的公司呢 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报复 他说这些都有就是一种体现 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 和美国长期的进入这个贸易战 就是可以看出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是非常的谨慎 非常小心的 是 好的 那我们感谢四杨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谢谢 谢谢 谢谢